刚才呢,有同学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是说,我这里都没有讲什么Remainter Term 刚才就说Remainter Term有可能不收敛,有可能收敛 那我这里是没讲的 因为我这个Series放进去以后 很直接就看到是零 那如果前面对的话,很直接就看到是零 而这个也很明显跟我的函数呢,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呢,在这个条件底下呢 如果F是C无穷的话呢 事实上,那个Taylor Expansion定理呢 对于每一个N来说都成立的 它就等于一个Taylor Polynomial再加一个Remainter Term 那现在,我这个Series呢 当然是Taylor Polynomial的一个极限 那你take limit的时候呢 你就看得出来,这个Remainter Term就不会去上零 这个Remainter Term就不会去上零 是这样 那,因为如果去上零的话呢 这个等号就对了 现在我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推回去 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Remainter Term就去上零 但是要做那个分析 很明显,很麻烦 那,你看这个东西 你微分N字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复杂的,复杂的一个像 那,就做那个的话就累了 那我们呢,反而是这样的看呢 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 所以,我们回来 就是要看这个东西 Fn0等于0 那,函数呢 是这样子看 这个0这个点是另外定义的 那,其他的X不等于0呢 我已经讲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函数 所以C无穷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只需要 所以我只需要考虑这个东西 为什么只需要呢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了 好不好 那,从这个证明来说 你应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跟 就是,你如果微分等于0的话呢 你就是跟其他的 其他的 这些Fnx呢 就会接上去的 事实上从这个证明呢 是看得出来 好 因为我要讲C无穷 这个事情 那,所以 我先处理这个东西 Proof of Claim 首先F0 这个有趣的 因为呢 现在又回去那些连续的东西 而 要做这个呢 要用到一个Trick 一个方法 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就是洛比达 那,洛比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去了解这些函数的limit 那,这个limit怎么来 第一个我们看看 就是,事实上呢 我们要说这个事情就是 我要看这个F'0 对不对 那,这个F'0呢 by definition呢 就是等于 limit的 fx 如果你不写x的话呢 你说 可能写x会比较好 比较,比较,我们比较习惯 那,或者是你用H 它是F的0加H 扣掉F0 除以H H去上0 现在我给一个符号 就叫X 好不好 那,既然我的F0是定义成0 所以呢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 x分之1的 那个1的负 是这个 这个就是F'x x去上0 是不是 那,我就令呢 我就令这个U呢 是等于x分之1 我应该这样子说 我将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这个U 是x分之1 那这边呢 就是U 而这边呢 就是 1的 负U平方 相当于就是说 好 我U是x平方分之1 好不好 那就是1的U方 我让U等于x平方分之1 这个就是1的负U 我就放在分母 就是1的U方 分之 这个呢 x分之1呢 就相当于它的根号 好不好 那x正数 那相当于就是说 U去上无穷 当我的U等于x平方分之1呢 它就是去上 无穷 那这个字 是不是一个无穷分之无穷的状况 分母是去上无穷 分子是去上无穷 所以呢 我就可以用洛毕达 那这些用洛毕达呢 都大概要写一写的 是等于 两个根U 而分母呢 是我直接给它写在一起 是分子的微分 是这个 分母的微分 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一微分下来 所有东西都 都放在分母里边 所以你的U 去上无穷的话呢 这个分母就去上无穷 整个分数呢 就去上0 而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F'0的一个right hand limit 这个右极线 左极线又怎么样 一样的 左极线呢 这个U还是正数 那 所以这个是负U 是没有问题 是这个项 如果H去上左极线呢 这个是负数来的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负号 那你为了以后呢 又有一个负号 没差 还是0 所以原则上呢 就是说 我的 对 两个case呢 我都得出就是 就是0 这个东西 因此呢 我就是 n等于0的时候 by definition F0就是0 没有问题 n等于1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证明的 我可以再做一遍 好不好 首先呢 如果x不等于0呢 我的f'x呢 非0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分段定义的东西 非0的地方呢 就它附近呢 还是这个定义 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给它为分 直接给它为分 那就是等于 是正2的 x三方 1的 负1的 x平方 我这样这个 事实上就是chain rule 就是这个东西 1的u方 然后将这个为分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我有f'x 有f'0 那我的f'0 是什么 就是我的f'x 扣掉f'0 除以x limit x去向0 这个是定义来的 这个是定义来的 那这个极限有没有存在 我们要看一看 就是 现在f'0是0 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合并起来呢 就是等于 2的x的四方 1的负1 x平方 x去向0 是这样 那 一样的 这个u u等于 就是等于limit的 这个 2的u平方 然后1u 这个当然是1的u方 1的负u方 那 所以我就放在分母 就是1u分子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两倍的u平方 然后u呢 是去上无穷 是这样 那 这个 用两次罗比达 你就知道 它还是 这个分母呢 这个分子就给它消掉 分母还是 造就 所以呢 这个就是 yes等于0 by这个罗比达 小数 ok 那 整个东西呢 可以用 这个数学归纳法 去看 是说 我的fk呢 x呢 就会是等于 一个多项诗 不难看得见 它就是一个 一个 我 我 我这个函数啊 我一直围 一直围的时候 就是 这些 x分之1的 它是一个x分之1的多项 是乘以这个东西 一的 负的 是这个东西 或者是零 有两个状况 所以 当我在考虑 f的k加1的时候 在零那个点 那 我想是 很清楚 就是说 等于x分之1 然后pk x分之1 然后1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x去向0 然后 我也是利用这个 诺比达 相当于就是说 是一个 limit 的eu 然后这边呢 就是 正负的 更u x分之1 还是会等于0 就是这个是一个多项诗 这个是一个exponential 一个指数函数的东西 它的增长会比这个分子增长的多很多 这里可能差了一个正负号 但是无论如何呢 这个limit都是0 所以呢 我们就 有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 not real analytic 这个事情呢 就 就成了 对不对 因为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用刚才的 那个解释呢 就是 它不是real analytic 然后它是c无虫 当然也是非常明显 so 就是 这个f呢 是not real analytic at x0等于0 好 那 它是c无虫 是 是 也是明显的 因为 我们这上有讨论过 c无虫跟无虫之可为是 等价的嘛 好 f是c无虫呢 是 弱且为弱 f是 ck for all k 大约等于0 好 那就表示说 if and only if呢 f是 不是一分 对呀 是k加一次 如果它有k加一次的 维分 那它就ck了 好 for all k at every x for all x for all k 我这样子写吧 好 那就简单 好 那 那这个是 就是 弱且为弱 就是 f 是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for all x 好 那现在我在0点的时候呢 就是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那我在其他的x的点呢 也是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那这个是对的 啊 这个是对的 所以 就表示说 这个是对的 啊 那 这个定理5.5呢 就给它证出来了 事实上 我不需要最后那句话 我有这个就ok了 对不对 对于每一个x 如果x不0的话 这个是自然是成立 x等于0的时候呢 刚才第一步呢 我已经证了 那所以 它就是c5球 好不好 那好 这个部分呢 我就完成了 我们的 第一步 是 这个 我们的a部分 是 Taylor polynomial Taylor series 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来的 啊 有名的例子来的 这个在更高级的数学来说 这个例子呢 会用 用很多 啊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学 那个Pain-Win function 你就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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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函数 我的第二部分 我们这一章的第二部分 是 Uniform Convergence 啊 均匀收敛 那我们在前面呢 都在考虑就是 什么An的 x-x0的 n方 n是从0到5重 而 这个符号 本来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limit的 一个表示 或者是 就是等于 而这个是一个 多项式 实际上是一个函数的 表示 那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那个rnx 可能会有一些rnx 是收敛的 当N去上无穷 可是另外一个点呢 rny呢 可能是呢 那个y呢 rny是会 不收敛的 会发散的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limit的时候 就是固定x 我看看这个有没有收敛 有收敛 这个等号就成立 那你某一个y 可能这个不收敛 那就是 这个limit就不存在了 这两个东西就是不一样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呢 我们 确定着给它一个 一个 符号 那叫做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所谓的 pointwise conversion we say fn fn 我想还是用小n 好 是 pointwise conversion to to f on an interval on这个i 等于ab on an interval 如果 如果是 固定了x以后呢 这个limit fnx呢 是等于fx 当a 去上无穷 好 我这里呢 我想留一个空间 是说 有时候呢 我会 懒惰 这个所谓的 pointwise conversion to f on an interval 相当于就是 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个符号是 fn 去上f pointwise 你看我的pointwise 怎么写 on i pt 就是一个point的 一个缩写了 pointwise on i 就是 如果 我们有这个事情 就跟前面所讲的 完全是一致的 那我要强调 这个limit 是什么意思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limit 是什么意思 that is 就是我先固定x 我这个limit呢 先固定x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fnx 代表什么东西呢 它是代表某一个数列 它是代表某一个yn 而 收敛到 某一个y x固定了以后 f1x就是y1 f2x就是y2 f3x就是y3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数列呢 我当然可以写出来 就是 存在一个n 使得 n以后的像呢 我的 yn 跟这个y呢 是可以任意接近的 是不是 我的yn 跟我的y 是可以任意接近的 我的 任何的 给定 我要求你是epsilon的话呢 我就会找到一个n 一个大n 使得 达到 n大n以后的像呢 达到 你的要求 是不是 好 重点要讲的是 是这个 我这里留一个空位 这个n 当然是跟epsilon有关系 它当然是跟这个f有关系 那重要是说 它跟x有关系 我是固定了x以后 一个一个看的 你看我们前面呢 做这个remender term 收敛的时候呢 也是 executing的 是n去上无穷 是这样子看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 当然是简单 就是 你就 就是每一次 当作一个sequence来看 那 但是呢 就有一些 所谓的 不好的 后遗症 那怎么说它不好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才ok的 它是n分之x 那固定x以后呢 这个 n 拉向无穷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清楚 它就是去向0嘛 x0的时候它是0 x非0的时候呢 这个是 可能是非0 可是呢 最后是 你固定x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很明显就是说 fn是收敛到0函数 pointwise 我就用这个 on 哪里 x任何的 on r 那 利用我们的 那个xn除以n阶层的 这个 这个是n是从 0到 到大n 好 我再写一遍 我的fnx呢 也可以像刚才这样子 它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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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的 极数 函数 极数的 一个极限 那 这个pn呢 是代表某一个 某一个 所谓的 我们在极数里边所谓的部分和partial sum 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 也在做 将刚才 这两三次我们所讲的东西呢 给它在这里呢 是 我们 事实上就是 这个极数大家应该要熟悉 它就是收敛到ex的 当我的n去上无重 我们前面呢就做了类似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收敛是弱且为弱 你看看 是 fnx 减去ex 这个绝对值 是可以任意小 这个任意小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的 事实上这个 在我们的tale expansion定理来说 就是我们的余像 那我们只证明了 那个余像呢 是 是去向零 当n去向无重的时候 那 这句话 跟现在这样子 用epsilonn来写的话呢 是 是一样的意思 那 这个是我们 前面所做的事情 所以 我们就 就 这个pointwise conversion呢 是 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是前面做的了 是 pointwise on alove 这两个都算是好的例子 接下来呢 我要讲一个 没有那么好的例子 怎么说它没有那么好 我再来看看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x的n方 on 01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好 这个又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x的n方 x的n方 很简单啊 多像是嘛 对不对 01 当我带e进去的时候 1的n方 都是1啊 都是1 对不对 所以呢 当n等于1的时候呢 是这条线 当n等于2的时候呢 是x平方 是一个 泡物线 x三方 是 乘得更低 但是最后呢 还是去到1 x四方 是这样子 那你固定一个x以后 比如说2分之1 你看一看它 这个是2分之1的1方 2成1就0.5了 0.5的1方 0.5的平方 3方 4方 一直下去 那个次数越高 那次数越高的话 当然就是越小嘛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5方是怎么样子 你可以猜得出来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在1的地方呢 它也是去1的 所以我们可以猜得到2分之1的2分之1 那如果x小于1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一起来讨论 它是x的n方 然后它是一个01之间的一个数 它的n方会是怎么样 就去向0 是不是 你0.9 0.9就在这里了 你会去得比较慢 但是还是去0 所以它的极限 如果刚才的话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刚才是 比如说在这个状况 n分之x 它是一堆的直线 你的n越大的话 你是越平 是这样 最后呢 去到0 那这边呢 就是一些曲线 那你固定 一个x来看的话呢 这个都慢慢去0 所以呢 你的极限函数是这个 你的极限 我会看成是一个函数 对于每个x呢 它有一个极限 合起来就是一个函数 是这样 我说 这个fn 是收敛到我的f 这个f是什么 这个f是 是分两段定义的 但每一个fn都是很好的 可是呢 去到f的时候呢 就不见得是好 怎么说不好 因为呢 它分软的两段定义 小于1的时候呢 是0 等于1的时候呢 是1 它是一个 在1那个点呢 是不连续 是断掉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不喜欢的 一个例子 为什么不喜欢 我们呢 在做很多的 比如说要解方程啊 要找一些未知的函数的时候呢 就好像找0点一样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一些 所谓的估计 那我就 首先有一个f1 然后有一个f2 f2更接近 f3又更接近 f4又更接近 有一个收敛 收敛的整个状况 那收敛到我的 最后呢 是收敛到我的一个 所谓的终极的函数 这个就是我的 某一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那现在呢 是每一个都是好的 可是这个答案呢 就 这个性质啊 每一个函数都是连续的 可是这个答案 就不连续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可以保证 他连续 答案就连续 他可积 答案就可积 他可为 答案就可为 如果是这样子呢 就是最理想的状况 那 我们发觉呢 Point-wise conversion呢 给不出来这个东西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呢 我先画一画这个图 第四个例子 所以这个 我应该这样子说 fn是 每一个fn呢 都是连续 但是f呢 却不是 好 是这样 那我下一个例子呢 是这样 f1呢 是这样 这个是2 这个是三角 它的面积是多少 是等于1 f1是 是等于1 那f2呢 是 我呢 这个就是我的函数 这个是f1 f2呢 是 我是将这个三角呢 给它缩窄 可是呢 我要弄到面积是一样的 我这里升到4 所以2分1乘4 也是2 除2 这个面积也是1 那这个就是f2 这个就是我的函数 那 我的f3 就定义在4分1 就更高了 去到8 是这样子 那 这样子呢 我的fnx呢 我可以按照这个规律呢 可以给它写的好的 它是三段直线所组成 那第一段呢 是4n平方x 当x呢 是2n分之1 跟0之间 那 从2n 到n分之1呢 它是 等于 4n 扣掉 1-nx 那然后呢 x大于n分之1的时候呢 它是0 所以三段定义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fn有什么特点呢 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我刚才已经说明了 就是你在01 的积分啊 相当于就是说 它是曲线底下的面积 相当于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都是等于1 for all n 然后第二个呢 我要说 fn呢 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我要说 fn是去向0 pointwise 它每一个x呢 固定x以后呢 我们来看的话呢 结果都是0 那就 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不好的状况了 每一个积分都是 都是1 可是呢 你的limit 你的pointwise limit 这个函数呢 缺积分是等于0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f 缺等于0 所以 又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对不对 那 这个pointwise 这个收敛是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给它 给它讲一讲 第一个 这个star这个事情 x等于0的时候 是很清楚的 每一个点 都是从0出发 这个定义 x等于0的时候呢 fn都是0 所以 fn0 就等于0 那就去向0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 x 小于1 我说应该是这样子说 x01之间 它大于0 for all 我都可以找到 一个n呢 使得 我的n分之一 比x小 这个当然可以嘛 我们的 这个是 阿基米德的性质 好 那 我的 对于所有的n 大于等于n的话呢 我的n分之一呢 不是小于等于大n分之一吗 就小于x了 那 换句话说 对于那些n 那些 所谓够大的小n来说 x在这一类里边 它的函数值 都是0 那 整个图画是这么样子呢 整个图画就是 你的x 是一个 可能是小的数 可是我的n可以更小 前面的 可能有直的 当我的n说到 这个n分之一在里边的话 我 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三角形 然后 去到n分之一 后面都是0 那 所有 比这个 大n分之一的n 大 比大n大的那些小n 都是 更高 然后 更高 好 去到x的时候呢 都是0 所以呢 我们有什么 有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对于这些 fnx来说 一定是0 我的x固定了嘛 那就是 当然收敛到0 那就是我star的 这个意思 对于每一个x 无论你是等于0 或者是你 大于0 都有这个现象 所以 就是 这个pointwise conversion 是我们 所谓的 很直观来看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收敛 那 就有一些 所谓的不完美的 地方 那怎么样 就可以克服呢 后来我们就发觉 可以克服 那 这个就是 Wirestrasse的 贡献 他就 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 叫做 所谓的 均匀 收敛 均匀 收敛 那个均匀 收敛 相当于 跟我们之前讲的均匀 是有点像 是说 我要这个n 而这个n 我要跟这个x 无关 是对所有x都要对 是有个统一的n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叫做 所谓的 uniform convergence 所以这个是 definition 我们说 fx fn 收敛到f uniformly on i if 给定的epsilon 大于0 我就存在一个n n以后的小n 所有的x 我都有fnx 跟我的fx 小于epsilon 我这个x呢 是写在n后面的 所以 n是不依赖于x的 所以我这个东西呢 是对所有x 这个大n 那个选取 是所有x都要对 统一的 整个图画是怎么样子 整个图画就是 如果我的 这个是我的f 是当n够大的时候呢 我的fn呢 都要在 这个虚线的这个范围里边 走动 是在整个区间上面的 那你看 这个状况呢 跟我们刚才的 譬如说是这个状况呢 是有不一样 我们发觉呢 就是 如果你是uniform的话呢 你就会 有办法 我的 fn是好的话呢 可以保证 f 一样好 它可以 继承 这个fn的 好的性质 那 只要我们能够验证出来 这个所谓的均匀收敛 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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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